在社交媒体上,各国运动员频频向网友们分享着自己冬奥期间的美好经历, 一些已经完赛回国的运动员表达出对中国、对北京的留恋与不舍。 刚回美国一天被中国志愿者暖哭的美国滑雪运动员特沙默德就开始想念中国了。 2月15日,她在社交媒体IG上发文,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的喜爱和感激,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食物和文化,谢谢你们支持我。 和特沙同场竞技的德国女子单板滑雪运动员莱拉尼在结束自己的冬奥之旅后发文感谢, 我简直无法形容这几天我有多开心。 非常感谢所有的支持和所有令人惊讶的留言,感谢每一个人。 特沙是美国女子单板滑雪运动员,生于2003年。 从美国出发时,特沙就已经开始拍视频记录行程。 在视频中,她向观众展示了美国队队服,包括里面的内衣款式。 可见,这个小姑娘有多么的兴奋,格外地看中这次奥运之行。 抵达北京后,特沙的好奇心被彻底勾起。 她好奇地看着身边的所有事物,与虎年吉祥物合影,如同刚出生的宝宝一样,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所以她特别激动, 恨不得将看到的一切都用视频记录下来。 从房间中的智能床到赞助商赠送的折叠手机。 不过最大篇幅还是奥运村食堂中的各种美食。 从豆沙包、公保鸡丁到饺子、丹丹面、麻婆豆腐、清炒西兰花、抹茶蛋糕, 俨然成为了吃播记录。 2月9日这位18岁的小将在丹板滑雪女子悠行场地技巧资格赛中取得了53.50的成绩, 排名第16,遗憾未能晋级决赛。 尽管在赛场上发挥不佳,但特杀在场外的率真表达, 让她受到了万千中国观众的喜爱。 他们太友善了,所有的志愿者都很好很贴心, 他们看到我们来这里很开心,我们感到像回到家一样。 2月5日,前天晚上刚参加完冬奥开幕式的特杀, 发布视频,讲述了自己在开幕式上被中国志愿者热情欢迎的感动经历。 她说道,昨晚回来后,我躺在床上哭了, 因为我一遍遍看了那段视频, 那个对我说,欢迎来到中国的人。 每每想到这里,我真的忍不住哭了。 这条真情流露的视频感染了国内外网友, 有外国网友感叹,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魅力。 也有大批中国网友到特杀的视频下留言, 给她送上了各种热情的祝福。 特杀还专门将网友们的祝福留言录屏记录, 发在社交媒体上感谢。 这一系列互动深深刺痛了深受反华宣传的西方人士, 包括反华政客和所谓的反恐英雄, 他们无力反驳媒体展示的中国的美好的一面, 只能酸溜溜,恶狠狠地表示, 打死我都不看, 好像自己不看就会对冬奥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一样。 他们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传说中的掩耳盗铃, 也是一种鸵鸟政策, 自己闭起眼睛不看, 不代表全世界其他人看不到冬奥会美好的一面, 看不到中国文明、先进与友善。 这就像此前美国表示不派官员出席冬奥会后, 捷克总统泽曼所说的那句话一样, 那些小丑不来, 不会对冬奥会有任何影响。 我们也可以自信地认为, 那些小丑不看, 不会对冬奥会收视率有任何的影响, 也不会对国际社会认识现代中国 有任何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 部分美国政客还宣称, 北京冬奥会在北美的收视率大幅下跌。 但事实上,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民众更多地通过网络媒体来观看, 光抖音海外版与网络视频 关于北京冬奥会的播放量就超过了21次。 从这里可以看出, 这的确是深受观众欢迎的最为成功的一届冬奥会。 即便是大部分美国民众也对此表示认可, 所以那些反华分子至少不和谐就是一个笑话。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 特杀表示, 当志愿者说, 欢迎来到中国的时候,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非常特别的关爱, 我就禁不住流泪了。 很多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网友评论说, 我的视频给了他们很多的共鸣, 他们也想念中国。 冬奥村的精彩生活让特杀十分不舍, 2月12日他在返程前夕发布视频, 哽咽道别, 他在视频中说道, 我很难过, 沉默了几秒又说, 我会在飞机上哭的, 我要哽咽了, 爱你们。 2月15日, 刚回到美国没几天的特杀再度发文, 回顾自己的冬奥之旅, 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的喜爱和感谢, 非常感谢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的表现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好, 没有展示出我最好的滑雪技术, 这很不幸, 但我很高兴我能更努力地工作, 做得更好, 感谢大家在过去两周对我的爱和支持。 我一到中国就感受到了如此多的爱和欢迎, 我迫不及待地想在未来回到中国四处旅行。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食物和文化, 谢谢你们支持我, 我迫不及待地想努力工作, 让我的单板滑雪和生活变得更好, 爱你们, 谢谢。 这条天文得到众多网民的点赞祝福, 有不少中国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你再次来中国, 网友的评论还被特杀点赞。 不只特杀, 北京东奥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们的点赞感谢, 西班牙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地博马格宁晒出了多张中国观众给他画的漫画, 用中英双语感谢道, 来自中国的如此多的爱, 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 这太疯狂了, 谢谢。 日本冰湖运动员吉田知纳美, 2月13日发文, 我参加了三次冬奥会, 第一次在冬奥会期间看见下雪, 一大早就在冬奥村努力铲雪, 中国志愿者们, 谢谢你们在寒冷的天气里扫雪, 谢谢。 爱吃豆包和麻球的马尔他单板滑雪运动员 斯皮泰里在埃及发文感谢道, 感谢所有来自中国的新粉丝, 来自豆包姐的爱。 2月14日德国单板滑雪女子运动员艾特尔, 戴着与中国志愿者交换的帽子启程回国。 当天, 他在抖音晒出机场后期视频, 称, 玩得很开心。 视频中的莱拉尼头戴白色羊毛帽, 身着绿色运动服, 开心地向网友展示后机厅的场景, 并配文称, 每个人都累了, 都在睡觉, 但我们很好, 很开心。 就在两天前, 莱拉尼发布一条视频, 晒出他与志愿者小姐姐互换这顶帽子时的合影。 配文, 我和多奥村一位可爱的志愿者小姐姐换的帽子。 加拿大运动员斯特拉特启程回国, 他在IG上晒出了自己的行李, 并表示收获很大, 网友则在众多行李中发现了冰墩墩。 斯特拉特发文说, 我带了一个空箱子来到北京, 离开的时候, 带着两个手提箱, 四个背包, 十二件外套, 以及一条非常酷的铜牌项链。 不少网友看到后给他留言说, 欢迎回家, 很高兴看到你在北京过得开心, 你的项链确实很酷, 你带着这枚铜牌真美, 恭喜你。 还有网友一眼看见了行李中的冰墩墩, 我看见你包里的冰墩墩了, 真的很可爱。 在单版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的比赛中, 美国选手克洛伊金拿到了金牌, 但这场比赛是在早上九点多进行的, 运动员们也是凌晨就起床去热身准备比赛了。 为了在比赛中能有一个好状态, 运动员们的早餐也不敢吃太多。 结果在三轮比赛之后, 金虽然拿到了金牌, 可随后还有颁奖环节, 这让他也是饿得不轻。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他也是终于撑不住了。 在记者还没有开口的时候, 金就自己发言了, 他表示自己太饿了, 卑微地向现场的记者询问, 有没有谁带着零食可以分我一些。 对于这个过分的要求, 不少记者也笑出声, 紧接着将自己的零食分享给了他, 他还很有风度地将零食分享给了旁边的选手, 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欢乐。 北京冬奥会已经过半, 启程回国的外国运动员越来越多, 他们同特杀的心情相似, 不舍得离开这个地方。 人生道路很长, 中国的大门永远敞开着, 欢迎他们未来有机会再来中国。 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国度, 好玩, 好看的地方有很多, 欢迎包括运动员在内的其他人士, 前来中国参观旅游。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